好,那如果说在这边还是呼吁一下啦 如果你方便的话呢 看到了我们这一段 也可以帮老师做分享 其实老师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每当我们朋友还是有旁边的人 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还是说有一些参考的解决方案 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 事实上会造成很多人的所谓心情不好 这是比较轻微的状况 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重大事项 一直没有办法寻求到解决方案的时候 这个内心的郁闷还是内心的烦躁 其实就是埋下日后一个所谓的忧郁症 躁郁症还是有一些莫名的一些症状出来 那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一些所谓疾病也好 还是所谓一些慢性病的现象产生很多的根本原因 就是来自于压力 什么叫压力 就是你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当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还不错的人 不管是你的亲戚朋友 还是有一些你觉得还不错 像老师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可以提供一些参考的价值 建议给有问题的人 能够帮他们解决压力上的困扰的时候 事实上对他们身心灵的这种成长 还有解决是相当好的 为什么可以把这个解决掉之后 无形中就是把心中的压力给释放出来 那释放出来之后 最主要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原点 就是说我们能够把事情解决了 能够往下一个阶段进行 如果眼前的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会一直停留在原地 这样无形中就是会减少很多一个成长机会 还是更进步的机会 所以当你发现你周围有亲戚朋友 同学同事 三姑六婆 楼上楼下有问题的时候 找不到人可以寻求恰当的建议 欢迎请介绍近来老师的直播间 我想我们直播到现在都超过半年的时间 感谢感谢志云分享 我们直播到这边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了 因为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大家也知道只要在我们直播间来问问题的 都是不用付钱的 所以说在不用付钱的 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很多事情可以做初步的去做判断怎么解决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老师直播的初衷 因为老师是做网路公庙 讲公庙的话是比较学一学 因为很多人如果讲到公庙会想说 我要去拜拜 我要去问事情 没有错 老师的网路公庙也是可以拜拜 也可以问事情 那重点就是在于说 你愿不愿意提出你的问题来让老师帮你做解决 还有我们线上有看到这一段老师说话的人 你是不是愿意去发掘你周围的人 有没有问题需要有人帮他解决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问题 所以当你发现旁边的人有问题 苦苦没有帮他解决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我帮不上忙 或者是说我介绍的人 如果万一让他踩到雷的时候 那无形中自己要背负一个责任问题 那很简单就是说告诉他 有这个news有这个讯息 每周六晚上十点半 老师会在脸书的官网做直播 可以请他上来尝试看看 因为很简单 老师在线上问事情 是你看得到老师 老师看不到你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老师会看你的脸 去做反应 去做一个讲一些你想听的话 所以在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 就是老师看不到你没有办法做效果的概念 所以说如果你有接触人上来的时候 还是回归到一个原点 就是告诉他 这个老师你可以听听看 那听的时候呢 就可以有一个判断说 是往好的方向思考 是说这个老师不值得一提 那这样子没有关系总是有尝试过了 那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好的选择 多一个选择解决内心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接下来 20年的离火运 怎么样去展现自己内心的 一个问题解决方案 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相当重要的一个思考思考思维的一个方向 要不然如果你有问题 苦无解决方案的时候 那么在这20年 你可能就是错失了很多 发财进展进步的机会 谢谢大家 的